中国金融市场不断的扩大开放 持续吸引境外投资人 尽管近期全球经济面临不确定性 为金融市场带来动荡 但是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 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 周二仍然建议全球投资者 买入中国资产 不要错过历史性的机遇 关于达利欧的更多建议 我们来看一下CNBC夜文多 从新加坡带来的总结和梳理 那在最近的一个采访中 达利欧在谈及 现在中国市场时 就建议投资者要买入中国 而且是以早不宜迟 那么否则错过机遇不说 反而可能会形成风险 他认为中国现在的金融市场 持续向境外投资人扩大开放程度 更是出现了一个 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会 那作为最早一批到访中国的海外投资人 达利欧表示自己从1984年到现在 多次前往中国 亲自见证了中国的快速发展 中国的商业和企业发展 也已经可以与美国并肩 那么这些都对买入中国 形成基本的支撑 与此同时 中国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 都对境外投资人 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 正是买入的最佳时机 而另一方面 对于在全球配置资产的投资者来说 买入中国也是一个避险的刚需 在他看来 中国市场上的风险 比多数金融市场都要小 至少没有更多 所以买入中国是利于分化风险 相反如果是漏掉 对中国这个极为重要的市场的资产配置 反而可能会形成风险 达利欧坦诚 虽然他知道在全球经济面临 诸多不确定性 美中贸易摩擦 又没有缓和的情况之下 建议买入中国 可能会带来一定的争议 但他用长期经验告诫投资人说 对新鲜事物带有的偏见 往往可能会酿成错误 对于当前金融市场上出现的巨大波动 达利欧认为 市场的起起伏伏是在所难免 只要大国之间没有爆发常规战争的可能性 那么在任何阶段去买入高增长市场 同时进行分化性的资产配置 都是明智的选择